小丁听说溜溜哥要给一台国产车改装主动地面效应 咱今天就试一试这个方案到底能不能提速啊 行 把这个电池给装上啊 它这个是首次在新能源车上改这玩意 这车跑的时候它不是得有下压力吗 就是下压力足够 然后这个轮胎它才能有抓地力 所以说它的那个方案就等于是用起来大风扇 把整个这个车给吸在地面 啊就跟那个扫地机一样呗 这是什么脑洞啊 原理是插的吗 现在装的这个就是两块大电池啊 会给绑在这个上 把这两个 插头给给插 好的现在就能控制上了吗 我还准备了四个这种两万转速的风扇啊 但是我给它装之前 咱先试一试这个原车才能跑动费 咱在咱在这个东边试一试原车能跑动费 对比一下呗 对如果是真的有效果的话 SL03 咱也有 你也想改呗 这是这片次速 咱把这个小模块给扎到 吃了啥啊 给它给连一下 微信数连上之后 咱们就可以测试了 然后点开始 就是已经亮了 嗯 就是说明它开始工作了 这是一个还没有开放的封闭道路啊 现在给全英文 看它的火都快了啊 开始了啊 哎呦 哎呦 现在温度 跟他下不住气 看 看速度 看上了 嗯 81多寸 现在气温比较低 这一次是84看到没 84 第三次是82看到没 82 因为现在气温比较低嘛 所以它的模型电池会受影响 而且整个路面它的抓地力不是太好 但是基本上在这个环境下 它的这个速度就是在80左右 80左右啊 现在把风扇给装上啊 一步先把两边的这个转接支架给装啊 这边定做了两个转接支架 底盘是有空气力学的 所以说不能在这儿把它弄 只得是把风扇抓在侧面 太小了呀 这个不是看尺寸看大小的 这要是要看风量的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这种尺寸小 风量还大的 它尺寸小的怕风阻就会变小了 因为它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把这个风扇打开给大家是不是啊 好 看 行行行 可大了啊 嗯 不过咱测试有效果的话 咱把咱这台SL-03也参考绿路个的方案改一下 这个深蓝SL-03底子好 它是天生后驱 高速过弯就会更稳定 然后加速的时候抓地力会更强 这个纯电的0百加速是5.9秒 电边小的速度超高 而且还有智能驾驶 以后有什么新功能 可以随时升级 啊造型确实帅 我可以咱现在装好了哈 咱把风扇给打开啊 干什么 啊 啊 他那个风扇把整个底盘都吸得下沉了一点 哦 是吧声音也不一样 我 三位数破百了 719 妈 哈哈哈 土吧 啊 真的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